来到中山区流龙头一带 传统美食沙茶咖喱店就占满一排 先来这一家河会炒海鲜的沙茶咖喱店 沙茶咖喱还有泰白粉 我们这个沙茶咖喱 尤其咖喱的味道特别香浓 点好食材 看老板依序放上满满的泰白粉 咖喱粉 沙茶 再加上自制不外馋的调味料 如果爆炒顿时香味四溢 令人食指大动 再次感觉最起来就味道很浓郁 那如果想吃辣的人 他可以加辣椒就很棒 沙茶牛肉吃起来很浓郁 沙茶的味道非常浓郁 然后入口即化非常棒 再走几步也是沙茶咖喱店 汆烫过的乌龙面软而不烂 稀饱沙茶与咖喱融合的成黄色泽 与芥兰菜在满盘香浪浓郁的味道中 达成平衡 店内还推出无菜单料理 依季节变换 最让老顾客津津乐道的是 买沙茶咖喱就送地瓜 听说你们这里还有 吃多还有赏钱 对对对 海鲜的很多 咖喱牛肉透透都有 这里的美食 这一家是我生活58年来 常光顾的炒面 我有朋友来访时 一定叫我带他们到这边来吃 它咖喱味道有黏绿 然后有微微的辣很好吃 这就是记忆中阿嬷炒茶咖喱的味道 用三鲜的用这个咖喱来炒的那个味道非常特别 充满了那个南洋的风味 卖着沙茶咖喱的店各有风味 代表生活与日常的沙茶与咖喱 是在地人的情感记忆 跟着中山乐林的爷爷奶奶走读踏茶 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 老人明明是晚上 这里有两个字 老牛这是晚上才有开的 原来它有这么多 小朋友所不知道的故事 然后也让我们老人家 可以去回想到 它曾经的辉煌 然后介绍给我们的下一辈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唤醒老人家的回忆 然后也是给我们的小朋友 一个原来我们的长辈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希望这道料理可以唤醒大家小时候的记忆 还有在地人的好滋味米粉汤 听说老板娘顶着一头酷炫的头发 当地人都笑着说不知道是看老板娘还是看米粉 像我们这时段来的时候 看不到老板娘 她的特殊造型看不到 美食故事串起一代又一代的情感 吃进多元文化的韵味 看基隆发展的缩影 同时感受港口人生的转折 与未来展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